康熙四十七年冬 皇帝御将从热河返京 和以往不同的是 太子的身边已经没有了仪仗 而和他同时囚禁的 还有两位阿哥 中文字幕志愿者 臣等恭迎圣驾还京 臣等叩迎圣驾 张武哥 在 皇上 请把王善师傅掺上车来 这 王师傅 皇上叫您过去 皇上叫我过去 是 我跟您过去 皇上 骑驾 骑驾 驾 打一碗 吃了 吃了 出牌啊 这张牌要是一出 弄不好要放炮啊 你到底出不出啊 出 一饼 翻这儿呢 无了 算翻 快算翻 快算翻 大人 刚解了一个新关押的 关键就不就得了吧 算翻 算翻 大人 这个人恐怕得您去安排才行 我说你有完没完啊 什么人 是十三爷 上书王特意安排的 哎呦 我的十三爷 奴才龙科多 靠见十三爷 哎 这儿怎么是你当差啊 那能伺候十三爷的 不是奴才的福分吗 得得得 要是论辈分的话 我还得叫你声舅舅 可是论眼下 你是管着我的老头 我 怎么敢叫你伺候我呢 得嘞 十三爷既然您这么说 那么我也不说伺候你 也不说管着您 咱们这么着吧 就像咱们当年 在西北打仗的时候那样 有空我就陪着您 咱们是一块喝酒聊天 到时候呢 我再给您找点乐子 好 痛快 那咱们 一言为定 这 走 不知中堂说的这个看看 是看什么呢 还请中堂赐教 老臣的意思是 老臣的意思是 请九爷转告八爷 要沉住气 不要急 所谓看看再说 第一个看 是看天心 第二个看 是看民意 当然 有时候天心 也能够左右民意 而有时候民意 也能影响天心啊 其实 一八爷和我看来 中堂 您是既能够影响天心 也能够影响民意啊 严重严重 九爷 可千万不能 这么说呀 这屋里叹气太重了 好 那 我告辞了 好好 朕 停用了太子的一切硬性 太子不尽职 不修德 深思阵望 为了上不负 列祖列宗在天之托 下不负 天下臣名之望 朕决议废处迎人的太子名位 皇上 臣有本奏 请皇上 请皇上见那 我知道你要说话 但朕今天不想听你再说 你是一个正人君子 为了赴到太子数十年欧薪力血 朕一直心存感情 这就是朕为什么要 招你同车共衬的原因呢 作为师父 你尽了责 作为父亲 朕也尽了心 我乃 我乃 所酌飞玉 难成大气 你也不要过于伤心 皇上 如此饱奖老臣 更令老臣 惶愧无地 今日 老臣冒死近眼 皇上见那 老臣要说 皇上不见那 老臣还要说 倘若皇上 不许老臣开口 臣就撞死在金街 到九泉之下 向列祖列宗去说 说说说 谢皇上 臣以为 太子随有错 错不在于太子一人 太子随有过 过不至于废处 皇上是才说 太子不尽职 我请问 自从太子扶政以来 六部公卿 有几位大人 尽职辅佐太子 善为谋政 皇上说 太子不修德 上书房几位重臣 都有 旷政得失的职责 同国为 八旗 张廷玉 几十对 太子赞善旷师 诸位皇子 除一二位 辅助太子李政 其余的各位阿哥 谁不施各自为政 因为伴族 甚至还有暗中 掩阵者 时至今日 将所有的过失 归于太子一身 正是 不窍而住 不但不能 服天下臣民之心 而且对 满朝 文武百官 怎么交代啊 也难以对 对列祖列宗 蔡天之灵 皇上 您不能这样对待 战战兢兢 三十几年的太子 说得好 说得好 朕是不教而住 无道昏君 那么你是他的师父 他变成这个样子 你又该当何罪呢 臣罪到天 臣罪当住我 就在皇上 召臣同坐御殿之前 臣已让家人 为臣准备好了棺材 臣只等说了这番话 就已一丝谢罪 好一个忠臣 你如此咆哮朝廷 污辱君父 骂净皇子百官 一死 就能抵罪吗 老人全家三十余口 甘愿陪臣 一同就死 王师傅 你已一死博取忠名 却把一个杀忠臣的罪名 强加在皇上的头上 难道 这就是圣人教你的忠属之道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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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臣确未想到 可是 如果我不死 又怎么能对得起太子 你死了 岂不更加有伤皇上的圣德之名 你岂不更献太子于 不忠不孝之地吗 他想做忠臣 只怕没那么容易 来啊 在 把王善 把王善送回下去 交给他儿子看管 倘若有个三长两短 朕就问罪他儿子污逆 千刀万剐 零此处处 这 我求生不难 求死不得 我 我 何以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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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张廷运 魏晨蔡 明天带朕去天坛 先读 废数太子 迎仍的招书 告继天地 这 同各位 奴子在 在你一道余旨 速记各省都府 昭告天下 朕要在诸皇子中 令则新太子 地方二屏以上官员 再经四屏以上官员 都可以择贤俱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